学习楷书的正确方法 组成字叫结构 这叫肩价结构定义 这首先要了解的 掌握这字形字体 孙沃廷说过 真不通草 书非汉渣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写楷书的时候 要有草书的应代关系 画与画之间 字与字之间 行与行之间的 呼应关系要把握好 只有这么做 再加上自己的勤奋努力 学习才是学习楷书的正路